先跟Thomas King談談的港交所 有幾個消息 外電報導 內地計劃免除離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 去尋求網絡安全審查 受到消息帶動 其實港交所上星期五 股價一度升過半成 之後就升幅收窄 不過看到彈上去之後 都未能夠重返 就是2月份的時候 因為上條的股票印花稅 而急跌之前的水平 另外有一些消息就是 中國就會加強監管科技行業 其實那些很多企業 就說會暫停去美國上市 但是就會考慮轉來香港上市 例如一個就是內地的社交媒體 叫做小紅書 或者Lala Move 那你怎麼看港交所的表現呢 其實都叫做幾重利好消息 能不能夠有力再上呢 你覺得現水平 現在就說有力再上 就應該現在屬於動力 已經去到動力區 或者叫做有少少散戶礦粉 那些位置 如果你說去到520多元 因為老實說 反過來就是 現在香港也很像這種情況 就是消息未出現的時候 就已經升定了 其實你看看你也會看到 其實是 如果說交所想計算 應該嚴格來說 應該是480元開始的 那已經 已經升了四十多元 那變成了 這個情況就是 出了這宗消息 即時的影響 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但是其實 我要說回 當你看回股價圖 你就會知道 其實這宗消息 已經升了四十多元 已經升了 那你說再遠一點 我覺得是利好的 你問我 你問我是利好的 因為現在給了一個 表現了一個非常明確的訊息 就是中國就跟大家說 就是中國政府跟大家說 那些科技企業 不要去美國了 來香港了 那條數就肯定會對 港交所會有利好 但是就不會立即反應 因為正如剛才說 那你說有意 那麼小紅書家 那計算有多少錢 就是又不會立即可以 令到港交所升多百多元 但是長遠來說是好事 那我覺得等調整多一點 例如可能有機會500元邊 那就做個吸納 然後慢慢等下 那我覺得這種就OK 港交所也有很多投資者關注 Terry張也想問你 那麼他就說490元的時候 小柱就買了200股 他就問你現在 建不建議去加注呢 如果現在加注就等於剛才說 就是因為今天來說 應該都可能很亢奮的 雖然其實你有些機會 可能開了盤之後 也有些機會可能530多 就是你覺得 哇 買不得了 再不買就買不到了 對 再買就買不到了 對 你會有那種的 但是真的不用急 真的不用急 大概我想都是500元邊 就是說你覺得Sharp500就太準 那你可能是50多 那其實真的不用急 然後再用來看看 對 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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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